大马评级机构最新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对今年首季度至第二季度的乐观情绪有所下降 反映企业普遍不看好国内未来六个月的商业表现和需求前景 大马评级机构在文告中指出 中小企业的商情指数由之前的53.5下降到51.0 而大企业商情指数则由之前的55.7跌至55.1 显示了业者对2019年的业务表现以及市场需求的乐观程度都明显下降 该机构表示国内经济增长放缓 缺乏积极催化剂 加上全球经济不明朗都是导致企业悲观情绪的主要因素 在接受调查的3500家企业和公司当中 有41%的大企业以及41.2%的中小企业认为 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经济表现疲弱 其次是营运成本上升以及竞争加剧 报告也显示建筑业是最不受看好的领域 而营兽业在未来六个月的业绩预计也将落入负成长的窘境 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 消费者将更加谨慎消费 此外 各商家扩展业务 资本投资和增聘雇员的指数 已经连续三次下降 这次更跌至大马评级机构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